2006年开始的319儿童艺术工程是传递艺术的起航 这一份期望让更多的孩子接触一纹的愿望 在2013年入秋的这天 我们在基隆听见了一个故事的开始 也共同分享了孩子的第一礼物 小朋友非常热爱戏剧跟表演 但是他们没有资源 他们希望在他们毕业的时候 能够邀请到指风车剧团来基隆表演 作为他们的毕业典礼的一个礼物 但是他们四处去募款 做了很多的小礼物在贩卖 但是还是筹不到这一笔钱 2011年 这群基隆建德国校六年级小朋友 发起了一场募款 听见孩子声音的 台湾城市竞争力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又昌 以校友和基隆人的身份 决定为孩子铺上艺术的第一礼物 我就发起我们建德国校的校友们 来一起来募款 然后另外我也找到这个指风车的李永峰先生 那他跟我们一起来促成 这一个活动 后来就真的把指风车剧团 请到我的母校建德国小来做表演 那天晚上虽然天气不是很好 但是整个操场积满的人 有三千多人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觉得现场听到那么多 这个学弟学妹的欢笑声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原了建德国小 原了基隆小孩子的一梦 看见孩子对艺术的喜爱和期待 林又昌理事长于是开始思考 并寻找各界力量 让艺文神跟基隆并走进社区 我也刚好也是福人社的一员 所以借由一个民间的一个力量跟平台 把民间的福人社团跟这个剧团 也是基隆人的子弟 然后把他资源结合在一起 跟一些小朋友的互动 也是我们没有尝试过的 我们觉得是非常不错 值得推广 也希望各界如果有机会 可以一起参与这些活动 因为我是基隆人嘛 那只是单纯就是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想到说 李市长这边 他对基隆的这个艺文活动 很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是在基隆长大 我自己也是因为对戏剧有兴趣 然后现在从事剧团这个工作 与其观众自己主动去剧场看演出 还不如我们自己主动出集 去到各个社区 让比较不能进剧场看戏的小朋友 或大朋友 有借由这个机会 都可以欣赏到我们的戏剧 在活动中 主办单位更邀请社区职工 加入丑办的行列 让艺术走进社区 同时让社区动手做艺术 我们社区很少有这种艺文的活动 因为小朋友其实从小 就是喜欢妈妈跟他互动 对 其实这种互动的游戏 很适合这个年轻的小孩 希望能多宣传 多一些资源 对 因为基隆真的蛮少 这次的活动 我觉得可以带给基隆 更多的人 而且更有影响力的人 可以参与更多 所谓的文化的表演 来带动整个基隆 我们是认为说 让艺术能够涵养社区 是个不错的观念 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个 配合跟携带 以此次活动抛转引玉 让艺文走进社区外 对于整个基隆的成长 台湾城市竞争力发展协会 有更多的情绪 这只是一个开始 那我希望有更多人 听到这样的讯息 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不断地join进来 不断地把这个力量扩散出去 我相信一个城市的希望 就在大家团结 有一个共同的希望跟目标 一起努力 我相信希望这个活动 一个开始一个好的起点 也是我们能够踏出第一理路 为我们基隆的未来跟希望 踏出成功跟进步的第一步 从一群国小学生 小小的心愿 开始一段改变基隆的路程 而台湾城市竞争力 发展协会的目标 向着的是一个更美好的城市 让孩子家长 能更快乐居住者的城市 我们看见基隆有了无限的可能 我们看见基隆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